好了 接下來是分享我自己跟一個在接顯卡組裝上所遇到一個問題 曾經發生過的 好 那顯卡一直到處問題之後 我才去搜尋大量片 然後得到一些相關比較好的知識 那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 顯卡接換怎麼接呢? ZETA線接RiserCar安全嗎? OK 那可以看得到這上面有三種接法 第一個接法是透過ZETA的轉接線直接接到那個 第一個是直接從電源ZETA直接轉到RiserCar上面 第二個是透過ZETA的轉接線 然後接到那個RiserCar上面 那這個是6PIN的電源供應 第三個是透過CPU或GPU上面的供電口 然後接一個1分2的話 可以接到一樣RiserCar上面 那要注意的是 所有的供電供顯卡的電的Riser都是12V 你只去看的話上面會有標示它的12V 如果沒有標的話 這個顯卡可能做的有待改進 好 那到底安不安全呢? 量量看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接著看一下影片呢 OK 這邊介紹一下 我們的礦機 通常呢 我們那個接Riser這個線 會用那個ZETA的線 那一般說ZETA不是很OK 那我們實際上ZETA它到底用了多少的電呢 我們不太確定 所以呢 我將這個負電源接到這邊另外一個等一下會測量 那到底用的瓦數 然後呢 我們再去扣掉 再 在 在HypeOS上面所顯示顯卡的吃電 那我們就是 將 這一個 電力監控器上面顯示的瓦數去扣掉 在HypeOS上顯卡的用電量 我們就知道實際上 它 所 就是Riser它實際上用電量是多少 再來決定說 這個線 如果你還用原來的ZETA還有不OK 因為據說ZETA它能夠承受大概四十瓦而已 所以 這個我們要考慮一下 那 我這個POW的話 因為 我是接 兩個電 我是接四個 我只有 一二三四五六 我是接四塊 嗯 接四塊是因為我用兩個CPU 把它 因為 因為 是附電源嘛 CPU沒有用到 它有兩個CPU的電源 所以是轉接到四個 轉接卡 那個Riser 卡上面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機 OK 嗯 機器已經啟動 嗯 要等 等一下 那個Wi-Fi的燈開始亮的時候 嗯 顯卡它會真正運作 然後那個 顯卡的 嗯 Wi-Fi的燈要等一下 OK 好的 剛剛看一下算力已經去穩定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這個 護電源接三個顯卡 然後四個Riser卡 它總消耗的瓦數是多少 是4.1.11 好 那我們再去跟螢幕上所顯示的 呃 顯卡 呃 瓦數做一個相扣 我們就會知道 實際上 Riser每一塊Riser吃多少的電了 OK 我們剛剛已經從那個 功率表上面會知道 它總溫溫燈量是多少 所以呢 現在我們回來看那個 HiveOS上面所顯示的 呃 電源 就是顯卡 它吃電是多少 那注意一下 這邊是單純 它從那個顯卡上面 PCIE所監控到的 那個用電的狀況 好 因為我是用負電源去接顯卡做量測嘛 那我拿功率表接負電源中瓦數 最後是顯示413瓦 那這個電源接了3塊RX470 那Riser卡呢 是接了4 所以因為不確定GPU的順序 所以我用 呃 這個礦機為例 每個470 預估用電大概是65.8瓦 那計算方式就是 它平均用電 每一塊的話就是 OK 相加 那每個Riser卡的用電 就會等於413 扣掉 65.8乘以3 OK 那整個total呢 再除以4 就是 呃 每一個Riser卡的平均用電量 是53.9瓦 那問題來了 你知道這個 Stata拿來接Riser卡安全嗎 呃 用嘴巴講是沒有用的 就剛剛量也是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必須去查一些資料 呃 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去YouTube查一下 會有少數一些 用心的影片會跟你講說 絕對不要使用電源供應器的Stata 直接去接顯卡的Riser OK 因為非常不安全 會這樣子 好 啊 那麼為何不安全呢 Stata總共有15Pin 接顯卡 使用是12V 剛剛講過的 共3Pin 每個Pin最大承受的電流 是1.5A 也就是說 Stata連接器不能承受超過 12乘以3乘以1.5就是54W 我們要得到一個概念 就是平均一個Stata 用電是3.9 就幾乎是54 啦 那 無論我們將Stata的供電 用到極限 然後會不會怎樣 當然是很不OK 那如果該復電源所接的顯卡 是61 63跟64呢 那我們重新計算會得到 它平均用電是56.25W 已經超過它的安全極限是54W 我想說你應該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繼續使用Stata 或Stata的轉接線去接 給顯卡供電吧 那看到這邊的話 我覺得有空的話 你們有這樣接的話 是把它換掉比較好 因為呢 你要知道用PCIe連接器 來接你的RiteCard 是會比較安全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嗎 你的顯卡一定是拿你電源上面的PCIe 去接你顯卡的供電 那基本上都是供應顯卡的電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拿相同的Connector 去接會比較好 那一開始我也不知道了 就是我去發生的事情之後呢 我去找一些相關的影片 然後自己做一個量測 那現在所有的Stata 6P 其實我都已經打包了 往下 那這就是Stata連接器的規格 去找一些廠商的資料 可以看到呢 就是因為它供應是12V 那有三個PIN 那相乘起來就是54W 所以為什麼顯卡供電Stata 不能超過54W呢 原因是這樣子的 那沒有說所謂大概是多少吧 很明確的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有一天 在整理礦機的時候 突然間發生的事情 還好我人在現場 所以呢 當下我就立刻把電源關掉 很幸運的是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 顯卡沒有問題 就是線材容損 因為在線上 那煙尾 趕快就是將它關掉 所以呢 你用電超過幾鍵的話 產生過熱 或過電流都會非常危險 那因為 其實在當時呢 我很多的 還是持續的用那個Stata 那趕快去找一些資料 那陸續陸續 我就把那些Stata線全部換掉了 那在這期間呢 如果你有同樣狀況的話 盡量讓你這個Stata線去降溫 接一條或接兩條 我覺得過久 基本上都只能接一個 如果你用Stata去接的話 你接一個 我覺得還是有安全的餘率 因為呢很明顯的 就是超過它的使用線 好 就這樣子 這個經驗給各位 做參考